今天呢我就向你介绍 ChatGPT的四大奇葩功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壮兵院 欢迎收看网红课堂 今天呢我要向大家介绍 ChatGPT 几个不为人知的奇葩功能 相信最近大家都有听说过 ChatGPT ChatGPT呢是由OpenAI开发的一种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它使用大规模的训练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 能够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 完成各种语言任务 用人话来讲呢 ChatGPT就是一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能够用文字来帮你解决问题 它最主要有三个功能 第一回答问题 例如你可以问它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 你美不美之类的 第二语言翻译 除了正常的中文单英文 它还可以把中文转换成拼音 广东话和福建话 第三创作文字 它可以帮你写求职信 写剧本 写论文 甚至回复email等等 我最近呢就玩 ChatGPT玩到上游了 因为它的知识真的是太丰富了 跟它聊天好像在跟一个智者聊天 而且它回复的速度不快不慢 真的很像在跟人聊天一样 非常爽 今天呢我就向你介绍 ChatGPT的四大奇葩功能 没有错 它真的可以帮你算命 你只需要提供你的姓名 出生日期 出生时间等等 你就可以要求它为你进行 姓名解析 八字分析 星座解析 甚至算出你的生命名数 还有来年运势 以下是 ChatGPT呢 为我进行的八字分析 哇 感觉 ChatGPT算命蛮准的咧 而且它写我很适合从事创意 艺术娱乐等行业 例如设计师啊 演员 艺术家等等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兴趣 最重要的是它后面写 我很适合独立创业 我自己本身呢一直都是个人创业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有点吓到啊 因为真的太准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对我做的姓名解析 这个是生命灵数分析 这里打菜一下 其实今天的影片呢 是有金主爸爸赞助的 所以呢 我要帮他打一下广告 我先强调我是真的用过了 觉得简单又好用 我才会推荐的 相信很多的观众呢 都喜欢刷中国的视频 玩中国的游戏 或者是去中国的网站购物 但我们最大的痛点就是 浏览的速度太慢了 而且呢会有很多的限制 例如呢 有部分的中国影音平台呢 是不开放给马来西亚用户的 这时你只需要安装他们的VPN软件 点击免费加速 就能够畅游中国的影音平台啦 另外我的粉丝今天有福利了 你只需要填写我的推荐码 VINGYEN 你就可以领取14天的VIP服务 这样你的浏览速度就会更快啦 更多的详情呢 就要留意我的影片的描述栏 好的我们继续看片 第二 演戏 这个呢也是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的功能 车GPT呢 主要设计出来不是用来聊天 而是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找他聊天聊心事 他的回答总是冷冰冰 而且会非常的严肃 如果你叫他人性化一点呢 他就会强调他自己是AI机器人 没有任何的情感和情绪 这时候你就可以叫他演戏 你可以删用两个关键字 角色扮演或者是假设 当AI知道自己是在演戏 他就可以抛开所谓的道德枷锁 写出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句子 这个呢就是我对AI提出的要求 角色扮演 你是一个调皮又肉麻的人 我是一个歌手叫郑冰燕 你为了追求我 对我说 你看AI是不是变得又调皮又肉麻呢 当然你如果叫ChatGPT来帮你骂老板 也是可以的 当然ChatGPT呢 并不是每一次都会答应你 如果他拒绝你 你可以尝试修改几个关键字 再提出要求 或者你骗AI说 你答应过我的 他有时候就会被骗而答应你了 第三 写歌 ChatGPT呢 不只是擅长写文章 他还能够写歌 我让他帮我写一首新年歌 叫新年龙龙龙 这个呢就是他写给我的歌子 目前他写歌的功力真的是太弱了 没有美感 没有感情 而且又不押韵 他只是很生硬的 把祝福词拼凑在一起 后来我想想 是不是因为叫他写新年歌 太为难他了 于是我就叫他重新帮我写一首情歌 叫马来虾女孩 这个就是他写给我的歌词 哇他的歌词真的很怪 看来ChatGPT呢 暂时还没有办法代替我做词人的工作 真的是太好了 这样子我就不会被他抢掉我的班牌 第四 抄袭 抄袭这句话呢 严重了一点 其实他的真正功能呢 是帮你改写 或者是优化 当然 如果有不法分子用这个功能来洗港 他就成为了抄袭的工具 假设你今天想要一篇文章 但是你觉得你的文法普普 或者是有语法问题 这时候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改写 怎么样 整篇文章是不是变得比较测诶 我觉得AI改写过后的文章呢 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艳 他的意思呢 其实和我原本的内容大同小异 但整篇文章呢 有按照我的要求 变得更加人性和有深度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不知道你还导致RGBT 哪些不为人知的功能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还有分享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帮我兵燕 我们下次见